我先介紹一個像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跟欣梅姐一樣 就是我很注重 她的材質好不好 我這一條是朋友送的 因為我要是知道 是這個牌子 它是H牌的 你看 妳要仔細看 妳要看得到說 它會有一個 有畫一個邊線的邊框 這個部分 對 然後如果它不是用 橘色袋子裝送給我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是這個牌子 OK 被T掉 還是它是分開 對啊 它是別的 它真的是別的 因為它帶幾個帶而已 對啊 我一要測試的話 就是送去它家的狗 看吃不吃 看吃不吃就知道 它專吃頂級的 像這一條是我知道很多 就是很多國家旅遊 我一定會圍的 因為它有半透的地方 再加上這邊是很不修 就是比較沒有規則的部分 所以它的脆度又很好 又不會很硬挺 因為有些衣服 是不是很硬挺的圍巾 所以這對我來講 我喜歡這種鬆鬆垮垮 是最適合 所以這一條我喜歡 然後另外 來介紹這個好了 這不是衣套嗎 這是圍巾嗎 這是圍巾 這個看起來是衣服對不對 我要請聖芬來幫我們試 妳先讓它試 先讓大家看一下它的 這個 先拿下來 好 這個 來 幫妳拿 看起來像大衣的半成品 就等著頭上去 是做到後面步不夠的 對 太酷了 對 好好看 前面是像一個大衣對不對 然後後面 後面步不夠 後面步不夠 對 好好看 所以妳可以 這樣子圍著 好看 像一個帽子 妳可以這樣圍著 真的好看 對 太酷了 所以這件是我買到的一個圍巾 還有另外一件這個 這個部分也是 我明明覺得它是一件衣服 但是 它那個 我也是在韓國買 他就告訴我 它是一個圍巾 聖分袋 麻煩你 沒問題 來 其實你看它有袖子對不對 你可以不要管它 你可以當它是那個 是 來 沒亂 其實它可以 其實它當時 會心得一樣 其實它當時 在掛的時候 它是這樣掛的 對 當時它在掛的時候 這很好看 對 它是這樣掛的 人家會以為妳穿錯了 我怎麼了 我有問題 沒有 妳完全沒有問題 妳穿得這樣 妳穿怎樣都是對的 對啊 很好看 所以袖子不要穿進去 你可以 不要穿 那妳也可以 來 我現在穿進去 乖 這又是另外一種了 這袖子又對不對 真的好好看 是不是 妳看像這樣子 好看 對 它就算是一個 可是它當時 它是把它歸類為圍巾類的 大家這個洋裝也好好看 真的 目前只有一個顏色 我後面要去泰國 我幫你們看有沒有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 但是新鮑姐 我們穿起來感覺 可能不是這件衣服 好好看 妳冷嗎 我也要 我也要這樣子 妳冷嗎 我也要 對 我也要 老師妳也要這樣 妳也要這件衣服嗎 沒有問題 我去泰國幫妳看 我拚了 然後它這個 還可以圍 我沒玩 對 它有很多的穿法 對 它也可以圍 對 所以妳有很多的違法 對 那這一件 那這一件請大家猜多少錢 這一件 在哪裡買 韓國 不在韓國 這兩個都是在韓國 這件看到品牌不行 這件多少錢大家猜 這看起來質感都很高 不會猜 2萬 看起來很有質感 2萬塊 來 我先給妳握個手 祝妳一路順風 不是 至少用一個 這個其實原價大概有好像 好像7 8萬以上 可是就像欣美姐姐講的 我是真的2萬買到的 為什麼 對 因為我是在OLED買到的 那妳幹嘛說我以為是什麼 答對了 可是我要講原價 對 原來舒芳老師也是跟我一樣 是這種人 就是妳可以 我專門 把清倉大貪 對 我一定會 那這一條多少錢大家猜 3萬5 3萬5 好 再來呢 2萬8 接近 再來呢 2萬8接近 沒有 她說3萬5 我說的數字不一定 對 接近 1萬 接近 1萬8 我要公布了 好 3千8 對 我是台幣嗎 真的 真的台幣 好孤身喔 不是韓幣嗎 這還可以 我才今天要5韓幣都貴 真的 因為它好像就是 打折到那個就是掛一件 我馬上抓 我連試都沒事 真的 不用試 給我拿走 對 馬上下一個人過去就拿走了 對 很便宜 看這個膚色 真的 對